这次这个角色是单身妈妈的角色 对于你本人来说也没有这个当妈妈的经验吗 然后是怎么入戏的呢 因为他们年纪跟我的小侄子差不多 六岁半呢 所以跟小孩子打交道是比较自然的 我现在就犯了妈妈病 看到小孩子就走不动路 这两年尤其如此 看到小孩就是 啊 可爱 眼睛就会随着他动 一说起孩子 六岩就难掩兴奋之情 难怪一进剧组 就能跟戏中的小朋友们打成一片 但一向忙于工作的六岩 别说当妈妈 连婚姻大事都无暇顾忌 而面对时下很多职场女性 都要面临的圣女话题 她又是如何看待呢 我觉得要承认 我特别认 就是对事剩下了 对对方就是是 我是剩下了 然后对自己说就是是 我得加油了 没想到性格强势的六岩 对于圣女的话题并不避讳 如今处于单身的她 也没躲过被父母催婚的经历 曾经有被父母催婚过吗 前年开始的是 过年的时候开始催 前年催一次 今年过年又催了一次 当时你反感 就是父母催了一些吗 到真正催我的时候 是我真的该反省的时刻 因为也不是小姑娘了 所以我也会列上日程 尽管把结婚排上了日程 但目前柳妍的生活 几乎完全被工作填满 能用来恋爱的时间 还真并不富裕 不过柳妍身边的好姐妹 却对她的终身幸福 忙活了起来 有没有相亲这种经历呢 有的 有的 有过三四次 会排斥这种形式 不排斥 因为我觉得 就是自己很好的 已婚的姐妹吧 帮忙介绍 我觉得 而且对对象条件 都还蛮不错的 但是你喜欢的类型的话 那就是你会 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就是告诉她 如果你不喜欢对方 越早告诉对方越好 千万不可说 再试试看 或者说隐瞒对方 你的真实感受 直接不回短信 你会给电话 还是说 这个方法不错 我下次会用用看 我觉得要回吧 但是不回也是一种方式 对方可能觉得 哦 可能 就 可能 她就会明白吧 有的人 那么面临父母的催促 或是好友的撮合 柳妍自己的心中 到底期待何时 步入婚姻的殿堂呢 什么时候会考虑 就是终身 她是这个方式 遇到合适的人 就会考虑 因为到 到我现在这样的阶段 我觉得谈恋爱 不是闹着玩的 也不是光平感觉的事情 那肯定是 要以婚姻 结婚为前提 那会给自己一个 就是比如说 时间限制吗 得限制 三十五岁之前吧 你会选择什么 又说什么 我渴望 可是我觉得理智 还是需要 一辈子的事 要慎重 我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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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